你好欢迎收看9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吉安乡公所久久重阳静老是花莲县13乡镇市 第一个从65岁起即可领到重阳礼金的乡镇 而乡长游淑珍更是逐一探访百岁人类 自证纯金的金牌 希望能让每一位生活在吉安乡的长辈们 都能够幸福安养快乐过节 吉安乡公所久久重阳静老是花莲县13乡镇市 第一个自65岁起就可以领到重阳礼金的乡镇 乡长游淑珍更是逐一访饰了百岁人类 致政纯金金牌 希望让每一位生活在吉安乡的长辈 都可以幸福安养快乐过节 幸福吉安乐活安养 希望我们所有的饮法乐活都在吉安 从吉安乡65岁以上 开始发泛我们的敬老年金开始 走入了社区巷弄 今年也为我们七位的百岁人类的长辈来做 和解跟祝福 在代表会的支持之下 从今年的600块的一个敬老金 明年将增耳到1000元 我们也下修到65岁以上 希望带来的是健康乐活在吉安 快乐安养就在身边 在社区里面提供共好共荣的照护 让吉安的长辈永远年轻100岁 相公所表示 重阳敬老礼金有超过八成是才转会入账 而有一部分老人家喜欢到场领现金 感受收到红包的幸福 从两年前我们的99敬老年金 转账入户 受到长辈们的一个接受 广度的让一万 接近一万5000个的转账入户 还有剩余2000多位的长辈 是希望看到我们 看到我们来做互相的寒暄互动 因此我们一万7000人 65岁以上的长者 安养宜居选择在吉安 我们展开双臂 做好社会福利 让共好共荣共养在吉安 乡长游淑珍也祝福所有老大人们 身体健康 重阳解快乐 记者会前相报道